神奇演員 从事送代女辞人李清照 唱着《生生漫》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李清照是家暴受害者 被第二任丈夫家暴 但他勇敢站出来 一壮告关 而他当年的勇敢 推广京剧30年的 姑公亮文教基金会 和新北市政府社会局 吉利新基金会合作 透过戏曲 鼓励更多被家暴的妇女朋友不要再忍耐 受到家暴的妇女往往真的都是躲在暗角里的 他们需要第一勇气跑出来 第二我们对他们的关怀给他们的教育 并且给他们的不幸生出来的孩子一个机会 那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点 那也许作为女性来讲 或者作为一个文化单位来讲不负此生 精细轻轻规朗照 来看女词人李清兆勇敢捍卫自己的故事 立心基金会邀请两位受报妇女现身分享 只有勇敢站出来才能够保护自己和家人 阻止可怕的事情在发生 我一直渴望有个家 我希望给我一个女儿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结果我被这男人的谎言骗了 历经这两次的状况 我也很感谢我立心基金会的生活 让我带来这边上班 我每天很开心 慢慢地学人生 做人做事 还有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我今天会代表立心出来 我很感谢 我很感谢我 这些同事 在这几年的官司当中 我知道会有一个很漫长的 很痛苦很难过的煎熬 可是我相信如果不走出来 永远都是属于在都是那个当中 其实我们没有做错的事情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不丢脸 就像后面说的 要有勇气 爱知己 封闭的旧年代 女慈人李清兆勇敢出面打官司 现在站在险恶情况中 被家暴的妇女朋友 也应该学习她的勇气 向外求援 而精细的演出收入 雇工量文教基金会 捐赠给立心基金会 协助更多在黑暗里的妇女朋友 中佳新闻林立伍李嘉豪 板桥报导